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享受神的恩典 享受神的恩典真好 但是很多的时候 人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 是因为我们不放心 我们总觉得 我要自己多做一点 我教给神 是啦 是应该祷告交给神 但是交给神之后 我还是觉得 我应该再多做一点什么 这段时间我们讲到说 神造男造女 亚当在伊甸园里面 承担了很大的责任 可是他仍然没有遇到 那一位他的帮助者 神使他沉睡 停下来为他造了一个帮助者 但在造这个帮助者的同时 接下来这个帮助者 是怎么样和他相遇的呢 在电影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 男生跟女生 哇 好像在沙滩上这样 哇 哇 哇 两个人碰在一起了 遇到了 但是前阵子我看到一部 一个绘本 他讲的很有意思 讲到一对男女 他们就住在附近 可是总是一个出门向左走 一个向右走 所以几十年的时间 他们就是没有见过面 总是见不到一起 那很多男生也就是很怕说 那我总得要尽点力吧 我应该怎么样去找呢 读给你听 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的肋骨 造成了一个女人 然后神做了一件事情 神不只是造了一个帮助者 神把这个帮助者 领到那人的跟前 神把他带来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是 很不放心神 还是比较相信自己 照我做 可能我更有把握一些 教会里面 我曾经看到一些年轻的弟兄 我常常就劝他们说 你安静一点好不好 在教会里面 一个女朋友完了 又换一个 一个又换一个 换到最后 有时候就把他找来说 你真是教会的祸害 真是 教会 如果教会小一点 每个女生你都追过了 这个追追 那个追追 然后他说 没有啊 我们真的 这就是试试看 合不合适了 交往看看了 这个交往不合适 那个交往不合适 结果惹出很多事来 到最后 分手分得不清不楚 然后呢 不是他走 不是男生走 就是女生走 不然两个人 怎么留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呢 很尴尬啊 你这个也追过 那个也追过 一路过去 都是你前任女友 这怎么办呢 停下来吧 安静在神的面前 你愿忙 我有时候劝一些弟兄 我说你不要以为说 我追一追 然后后来不合适 我们就分开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我又没有做什么 预举的事情 我们只是交往 但是只是交往 还搞到全教会都知道 全团契都知道 然后真的团契几个女生 都是你历任前女友 到最后 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 你真的不要到最后变成 你有一个很坏的名声 花名在外 还不是女生 是男生花名在外 花名在外的结果 真正的好女孩 不敢跟你在一起了 真正的好女孩不敢 你就算追求她也不敢 因为她老听到你 这个也追过 那个也追过 到最后她怎么能信任说 这个人是不是要跟我牵手 走一生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亚当 神在亚当遇到夏娃这件事上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亚当没有到处乱跑 乱抓 乱追 亚当安静下来 然后是神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 神把夏娃带到这个男人的面前 你说那是亚当吗 因为当时没有第二个女士 所以他也没什么好乱追 可是圣经里面 有很多很好宝贵的例子 以撒 你记得亚伯拉罕 为他的独生 一百岁才有的儿子 独生的儿子以撒 要为他娶一个媳妇的时候 找一个老仆人 回到老家那里去 找一个他们老家里面的 女孩子过来 以撒在哪里呢 我觉得那个画面真好 以撒到了逝婚年龄 没有在迦南地到处乱追 这个追追 那个追追 他在田间默想 他安静在神的面前 跟主祷告 交托给神 相信神 他相信主啊 我把我的婚姻交在你的手中 这是我的终生大事 什么人可以真的成为我一生真实的帮助者 对一个女孩子 你应该这样问说 哪一个男人是我值得用我的一生 帮助他 跟他一起承担生命的托付的 主啊 求你显明 在他安静当中 神让他看见那个圆圆过来的立百家 你是立百家吗 我求神帮助你 这个姊妹 这位女孩子 能够很清楚地知道 那个男人值得我托付终生 跟他一起承担生命的托付 那么勇敢地往前去 你是以上 上帝祝福你这个弟兄 这个男人 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 让神带着你的另外一半 来到你的面前 你东跑西跑 上帝很辛苦 他难道带着他 一直在后面追着你吗 你停下来 神才能做工 一起祷告 祝福教会里面 祝福很多年轻的男士 女士 弟兄 姊妹 男孩 女孩 在安静当中 找到他们的Mr 或者是Mr.Right 那个对的人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祝福你 在安静当中 遇见你的另外一半 我 了 不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